五神主宰 第8561章 我感觉到了 作者 按摩师 幸好我在木灵界留下了一道独立分身 我木族独立分身 可不受真身影响 除非是神帝级强者通过因果来灭杀 可即便如此 只要我独立分身在木灵界中受木族庇护 也可不被因果之力侵蚀 木族极其特殊 有一些生灵 可分身无数 每一句分身便是一个独立个体 比如在凡间能遇到的最普通的葡萄 任何一根藤蔓 只要剪切下来 扦插进入土中 都可以生长出根须 长成一颗新的葡萄羊苗 到了婆娑罗这个级别 自然会在木灵界 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立分身 这个家伙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婆娑罗目光猙獰 在他的情报系统中 根本没有秦晨的情报 秦晨就仿佛是从宇宙海中 突然冒出来的一般 宇宙海中 强者如云 高手众多 我的情报网中 没有对方的情报也很正常 但此人胆敢灭杀我的真身 此仇岂能不报 婆娑罗这人 一向脾气乖利 有仇必报 我那真身 蕴含我无数纪元修炼的结果 那大道藤蔓 更是我修炼多年才凝练而出 如今一招都被毁了 婆娑罗恨得咬牙切齿 他这一句独立分身 只有真身十分之一的力量 想要修炼回真身的程度 怕是没有一个纪元以上 是根本无法做到了 即便是修为恢复到真身的巅峰 但很多质保 很多机遇 却是再也回不来了 戒主大人 婆娑罗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 但他也明白 想要报仇 光靠自己动手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联系木灵界的戒主 整个墓族的领袖 哇 木灵界戒主常年 有一股力量 笼罩整个木灵界 很快就给予了婆娑罗回应 婆娑罗 何事 一道无形的意志降临下来 带着弹幕 戒主大人 属下的真身 在万神之虚被人给杀了 木灵之心也被夺走 在木灵界戒主面前 婆娑罗没有任何隐瞒 当即说了 在万神之虚发生的事情 万神之虚名额 是戒主大人 好不容易为我木灵界 诸多生灵所争取来的机遇 如今就这么没了 临死前 我已经告知对方 我是木灵界墓族之人 可此人依旧没有任何犹豫 还是直接夺走了我的木灵之心 这件事 属下忍不了 婆娑罗道 你的意思是 让我替你报仇 高高在上的意志传递下来 隆隆轰鸣 是 婆娑罗抬头 属下可以肯定 此人绝对只是巅峰大地修为 却敢如此对我木族嚣张 若不杀他 我木族颜面何存 我木灵界在万神之虚 还有一些强者 只要戒主大人 您下令 闭嘴 木灵戒主的声音传来 带着冷漠 婆娑罗一正 根据你先前所言 此人一开始 六枚火灵金珠仅收取了三枚 还留给了你们三枚 是也不是 木灵戒主语气冰冷 是 可是 哼 木灵戒主冷亨 打断婆娑罗 你先前曾说 对方一招之下 就掏走了新兽一族卡布鲁的大地之心 且可无视 你与卡布鲁 引足乌风大圣几人的绝招 一招 击败卡布鲁 湮灭你的真身 这样的强者 如果他想 完全可以 让你和乌风大圣他们 连一颗火灵金珠都得不到 可他没有这么做 反而只是夺走了 仅仅一半的火灵金珠 等于他已经提前给你们留了情 但你们却还不甘心 反而主动对其动手 婆娑逻辑盲道 戒主大人 那容颜辛 明明是我等先行到来 他这么做 我等得确认不了 忍不了也得忍 木灵戒主声音传来 带着弹幕 万神之虚宝物 本就能者得知 对方已给你们机会 是你们没有珍惜 更何况你说之人 无惧新兽一族和影族 在不知他的背景之前 我木灵界 岂能因你一时鲁莽 而做出冒进行为 若此人没背景 影族和新兽一族 自不会饶过他 若他有背景 新兽一族和影族 都奈何不了对方 那我们动手 也是自找没趣 甚至会给我木灵界 惹来一大敌 木灵界主声音中 带着冰冷 你乃我木族之人 那容颜辛的火灵金珠 根本无法直接提升 你的修为 其价值 仅仅是能让你在宇宙海 进行一些宝物对话而已 只是普通财物 为了一些财物 你竟如此贪嗔 木灵界主 声音着带着失望 如今宇宙海动荡不安 不久前连最古老的天荒谷国 似乎都有异动 我木灵界若是贸然招惹敌人 怕是早就在这宇宙海中被灭了 你明白吗 是 借主大人 婆娑罗低下头 只能乖乖硬倒 整个木族木灵界 都是依靠借主大人称着 木灵界主变 是整个木灵界最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的话 在木灵界 无人敢驳斥 此事 我自会派人调查跟踪 但你 绝不可私自在传讯 我木灵界其他在万神之虚的族人 替你去报仇 给我牢牢记住 木灵界主话落 轰 无形的意志 轰然消散 婆娑罗低着头 一脸不干 暗暗咬牙道 借主大人 未免太谨慎小心了 以我木灵界之威势 以借主大人的神威 只要动动手 便可斩杀那小子 却竟然不愿替我报仇 婆娑罗心中极为不满 可即便如此 他也只能乖乖遵守 因为在整个木灵界 无人敢违抗借主大人的命令 他今后想要恢复修为 也还要依靠对方 影族 宇宙海深处的足地所在 咔 族内祠堂中 一枚命牌突然碎裂开来 惊动了看守的强者 是乌风大圣的命牌碎了 那看守强者 一脸惊荣 乌风大圣 是影族中 一级具天赋的强者 被族群寄以厚望 享受了诸多资源 是族群中有望继承 足足一波的众多存在之一 可现在 他的命牌竟然碎了 哄 在乌风大圣命牌碎裂的瞬间 一道可怕的意志降临而下 化作一张笼罩 整个影族天空的庞大面孔 凝视祠堂的诸多命牌 足足 那看守命牌的强者 直接跪伏下来 整个影族驻地 无数强者也被惊动 一个个恭敬看着头顶上的庞大面孔 急忙跪伏了下来 足足 这庞大面孔 正是影族 现任足足 亦是影族如今的精神领袖 乌风的命牌碎了 那遮蔽天空的庞大面孔中 带着愉怒之意 恐怖的意志风暴席卷天地 宛若要将这片天空给 直接先飞开来 到处都是漆黑一片 乌风之前正在万神之虚历练 在容颜兴那 敦守火灵金珠 如今他死了 定是死在哪 查 给我派人去查 我影族在万神之虚之人听令 若有空闲者 前往容颜兴 查询乌风之死的真相 我影族之人 绝不能这般无缘无故死去 哄 隆隆的声音回荡天地 很快消散开来 弥漫无尽天地 容颜兴所在 当秦晨离开此地后许久 一道翘无声息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这身影身穿黑袍 双眼宛若黑洞一般 极其谨慎 乌风大圣 他们不在 婆娑罗也消失了 难道他们都走了 此人正是之前 第一时间逃离此地的黑袍强者 而这道身影 也只是他派遣 来打探的一具分身而已 奇怪 为何一个人都没有了 这身影面露疑惑 不管是双方哪一方胜了 总该有人留下来 继续收集火灵金珠吧 这等宝贝 难道都放弃了 心中狐疑的同时 这身影循着记忆 来到容颜兴所在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这一看 他表情瞬间愣住 容 容颜兴呢 容颜兴怎么不见了 原本容颜兴的所在 空空如也 他整个人一下子梦了 万神之虚 黑金矿脉所在 嗯 虚空中突然睁开了一双震惊的双铜 我感觉到了 哄 黑龙会老族整个人末地站起 凝视向远处天际 令得黑金矿脉 所在诸多山峰虚空 一瞬间炸裂开来 惊动了无数在此潜伏的强者 这黑龙会老族 又闹什么幺蛾子 一惊一乍的 诸多强者愤懑不已 暗中传音交流 此时 黑龙会老族的双铜 仿佛穿透了无尽虚空 一瞬间看向了遥远的天际 我感觉到了 是灭掉我黑龙会总部分身的那道气息 出现在万神之虚了 黑龙会老族眼神冰冷 充满无尽杀意 他在黑龙会核心总部所在 藏有不少宝物 其中有一些宝物 乃是他年轻时候的本命之物 因为修为提升 被他放在了核心总部所在 可现在 他竟然隐隐感受到了 这些宝物的气息 是那幕后大黑手 进入万神之虚了 黑龙会老族 又惊又怒 那小子灭了本祖分身 洗劫了本祖的核心总部 竟然还敢直接进入万神之虚 简直根本没将本祖放在眼里 黑龙会老族气急 他纵横南宇宙海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藐视的他存在 本章完